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发信息给我 说想到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 希望去找天使投资 拿到钱以后就可以开始这个商业计划 甚至还有人跟我说 给他十分钟时间见面聊聊 就可以让我知道 如何改变中国互联网的格局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太无语了 这些呢都是不符合常规逻辑的 我能感受到创业者 急切拿投资的心情 怎么融资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快速拿到风险投资的钱 对大多数的创业者来说 是一个大难题 尤其是那些想融天使轮投资的人更难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创业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快速拿到风险投资 看完这个视频 具备了我谈的这些事项 想清楚了这些问题 你就可以带着商业计划书 大胆去跟投资人去谈了 每个人都有找工作经历 其实融资跟找工作很像 找工作的过程是把自己推调出去 而融资是要把自己的创业项目推调出去 让投资人看到你项目的价值 前些年呢掀起了一波 大众创业的热潮 有很多刚毕业的学生 刚一毕业就有了创业的计划 我的公司离中关村创业界很近 有很多领导投资界的朋友 来我公司考察 我同时也会跟他们到创业界去看看 我问过很多类似这样相对比较成功的人士 问他们觉得刚毕业的学生 创业成功几率有多大 大部分人会认为呢 刚毕业的学生没有上过班 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 更没有在大公司工作过 连公司是怎么运营的都没有见过 很难创业成功 大学生无疑是很有创新思维 很有闯劲的一个群体 也有些人是大学就开始创业 最后创办了很知名的企业 但是呢 统计表明 绝大部分能够成功拿到风险投资的 还是因为他们有过丰富的经验 很多天使投资人 也会去看大学生的项目 但并不代表投资人真的 喜欢去投大学生创业者 天使投资人面对的投资项目 都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 很可能只是一个想法 没有成型的产品 没有经营的数据 没有经过验证的商业模式 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有过成功的创业经理 或是在大公司重要部门做过负责人 这样就比较容易证明自己的能力 会更容易取得投资人的信任 因为投资人还是比较希望看到 有成功经历的创业者 按照人们的逻辑呢 都是认为成功过的人 更容易再一次成功 创业者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建议首先要做的是去找合伙人 创建自己的创始团队 团队成员需要具备做成这件事的 各项专业技能形成优势互补 比如雷军 他在开始打算做手机的时候 就是去摩托罗拉找做硬件的人 到Google和微软 去找做手机操作系统的人 凑齐了这些人 才拿到了更多的投资 创始团队在创业初期呢 要充分沟通 达到创业目标一致 在能力和专业技能上互补 比如一个团队中 有的人他善于打磨产品 有的是技术高手 还有人善于营销做市场的 这样的组合比较完善 是说服投资人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这些创始团队的成员 能够在创业之初 利用业余时间共同协作 完成一个最小化的DEMO产品 这种产品不需要功能特别完善 但是基本的是要能够演示 最好是能够使用 如果再进一步 能够在一个小范围内 验证商业变现的逻辑 是切实可行的 这里成功拿到投资 也就不远了 因为我本身是做技术出身 我所认识的绝大多数的投资人 并不太愿意去见 没有技术能力的创始人 如果真的没有技术 就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 鼓鼓人心的领导者 就有可能找到18个人 跟你去创业 天使投资人如果看到你的产品 虽然还不够完善 已经具备了一些可行性 确实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 而且这种产品或者服务 对目标用户来讲 确实解决了他们的需求 对目标客户具有吸引力 投资人就会很愿意出资给你助力 用他的资金来给你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 很多项目就是这样起步的 比如社交网络 共享单车 都是先从大学校园验证成功 投资人给钱 然后才开始大范围推广复制的 这样的项目呢 它在小范围内取得到成功 在面对投资者的时候呢 创业者也会更有底气 在谈判时是筹码 才会有更高的估值 在这个时候 投资者哪怕看到估值很高 但是项目的确定性经过了验证 投资机构是可以算账 他们自己会去算 这笔投资合算不合算 因为对天使投资人来说 投资是一门生意 不确定的那是风险 能够计算收益的才是生意 我见过有的创业者 认为只要得到了投资 就能摆平很多事情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钱并不是万能的 你一定要明确告诉投资人 融到的钱用来干什么 拿着钱能达到什么目标 不要期望天使投资人 给你雪中送炭 有困难或者迷茫的时候 还是需要自己去克服 我以前说过成功的创业 都是要看自己具备 什么样的技能资源 然后再加上一些商业手段 才能达上目标的 投资人看创业者 也是看这个创业者 有多少底牌 如果没有这些底牌 就要多动动脑筋 考虑如何去整合或是借力 创业一定要有破局思维 破局思维就是要在 自身具备有限资源的条件下 通过整合资源为自己创造机会 打破现有的局面 我在看项目的时候 看到很多创业者 只是想到了一个商业模式的创新 就希望拿到融资 这很难得到专业投资人的认可 因为这种idea基本上没有什么门槛 很容易被别人抄袭复制 一定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 比自己聪明的人那是太多了 创业者如果没有具备 做成这个商业模式的 的这种条件了 比如说没有技术合伙人 或者是没有足够的种子用户 没有数据支撑 投资人甚至会在了解了以后 去找其他有能力的团队来做 这是有可能的 如果创业者有独门的技术 这就好一点 这样不容易被别人拷贝 但是还是要找一个 切实可行的商业模式 这个能够让技术变现的商业模式 在融资的过程中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在我看来 好的项目是要有独门的技术 和与之相匹配的创新的商业模式 这样才是开始创业的正确姿势 才能进入一个少有竞争对手的蓝海市场 很容易抢占C&G 构建竞争门槛 只有能够 构建这种竞争门槛 投资人才会觉得 这笔投资是保险的 刚才说的 独门的技术和与之相匹配的商业模式 其本质是抓住技术更新的时机 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商业模式 并发挥到机制 让竞争者无法超越 比如现在流行的短视频应用 就是从早期抓住了视频爆发的红利 占领了市场和用户的心智 现在如果再去做一个短视频应用 可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成功的 刚才说的是创业最初的三个步骤 第一是找到创始团队 第二做出最小化的产品 第三验证 这个产品能够赚到钱 在这个阶段 我建议创业者最好自行负担这些成本 不然一开始就找人投资 股份可能会被吸食很多 如果前期股份吸食很多呢 对创业项目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创始人持股比例太少 跟打工差不多 也就少了积极性 经过刚才说的三个阶段 创始人对这个商业计划需要多少成本 也就相对比较清楚了 对后续融资要多少钱 就可以去算上一笔账 也有可能经过这么一算呢 就不需要去融资了 通过自我造写滚动发展下去 就可以不受外界干涉 自己发展下去 门上发大财 如果创业者觉得融资可以加速业务的发展 尽快完成公司发展的进程 快速去击败对手 建立自己的互成河 那就一定要去融资了 这时候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 这个商业计划真的是具备很大的市场空间 很大的市场价值 很大的增长潜力 能够给投资者带来十倍以上的回报吗 风险投资呢 它顾名思义是高风险的投资 投资人投几十家公司 可能最后只有一家成功的公司 投资者就是希望成功的这家公司 能够弥补所有失败的投资 如果一家公司没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和很快的发展速度 天使投资者是不会愿意投资 快的发展速度对天使投资至关重要 因为一个公司在一年内赚一百万元 跟五年能赚一百万 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投资人用钱生钱的这种效率很重要 同样是一百万 如果投出去半年回本跟三年回本 钱这是生意或者就是脱了 投资人花钱买你的股权 最终还是要用股权去变现换钱 如果不是有很大的增长率 如果只是依靠每年一年按照股权的分红 天使投资人他是不会投资你的 投资人还喜欢看到的一点是呢 要具有一个长期的增长率 首先是这个业务和服务 具有长期的价值 有长期价值 他才不是一个短期的投机生意 长期的意义在于 可以进入越积累 价值越大的良性发展的状态 而且在经营的过程中 能够不断的加强这种势能 在一个领域里成为独角兽 在这个行业生态里 就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能够在一个大体量的市场 持续占有交大的市场份额 甚至是形成垄断的优势 拥有定价权 而且有的商业模式呢 天然的容易形成竞争壁垒 经过很短时间的发展 就可以把后来者拒之门外 比如说社交网络吧 因为具备网络效应 这样的项目使投资人 一看到就会激动 如果是开一个传统的饭店 或是传统的制造营 技术壁垒比较低 很容易最后变成价格战 投资人是不喜欢投的 在这里呢要谈谈天使投资人对你的竞争优势分析 就是说你是否有足够的竞争力打赢这场仗 投资人通过这一点呢 来判断创业者是否能赢 创业者如果只是关注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是源源不过的 还要关注竞争对手 关注整个行业的背景 天使投资人会对创业者的项目进行SWOT分析 SWOT这四个怎么分别对应了 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就是说把企业内部的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会威胁 通过调查和分析罗解出来 然后依据局阵的形式进行排列 把各种要素匹配起来 加以系统分析 得出一些结论 来判断这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资 天使投资人会在这个行业 这个领域内选择一批创业团队呢 去分析对比 最终会选择最好的团队去投资 专业投资人的逻辑就是这样 先选一个赛道 然后再去筛选团队 如果创业者意识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呢 应该及时去弥补再去找投资 比如说商业模式技术产品团队各个方面 都要拿这些和竞争者对比 做到心知肚明 没有明显的短板 还要在一些关键能力上 突出一些明显的优势 拿这些优势讲给投资人呢 更容易获得认可 对于创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创业者的状态 对是否能够融资成功也至关重要 天使投资人需要看到创业者足够的勇气和决心 有的创业者会说 如果你给我投资了以后 我就会辞要工作全力去做这件事 如果拿到钱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投资人是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的 投资人喜欢看到创业者拥有破釜沉舟的勇气 为一件事坚持努力的毅力 不达目标不放下的决心 还有对这种创业成功的强烈的渴望 不论是融资的过程呢 还是做业务的过程 都是一个长期努力的结果 不要想着有一个商业计划呢 见投资人一面就能拿到钱 很多段子里边讲到 说是见了投资人几分钟 或者是在厕所里边见了一面呢 就拿到投资 这都是别人编出来的过失 融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都应该努力去找解决的办法 融资的时候 遇到了拒绝 一定要总结经验教训 努力的去纠正密布不足 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完善和学习 找到对你商业计划 感到兴奋和认可的天使投资人 直到融资的资金 汇到你的账户 如何找到对的投资者呢 这里边也有很大的学问 创业者需要对投资机构 或是天使投资人 做出详细的调查 进行严谨的分析 以免拿了不合适的钱 将来窃困难下 对于早期天使投资 更应该慎重 因为投资者将来 他要进入你的董事会 甚至跟你签对头协议 对公司后续的经营 有非常大的影响 投资者和创业者 对于将来做大做强 这只是最基本的目标 这个基本目标的一致呢 往往让人 忽略到潜在的其他问题 我见过很多出问题的公司 就出在这个创业者 跟投资人价值观不一致 商业上的策略 很多的时候是游走在道德和法律边缘的 如果价值观不一致 关键决策不能达成一致 就会是执行力变差 对创业公司来说 时间就是生命 效率决定一切 很容易因为这些问题 导致创业失败 或者是让创始人出局 合适的投资者 他不仅仅只是带来资金方面的价值 更可以带来财政以外的价值 比如说好的产业生态资源 政府资源 或者吸引对接更优秀的人才 等等吧 我的建议是呢 就是在这个天上投资人 很有意向投资的情况下 创业者也不要急于拿钱 前期要和投资者多沟通 在公司的经营战略 融资源泽 包括后期的融资源泽 投资人的参与程度 遇到困难 或者经营有问题的时候 如何应对等方面 有一个充分的共识 这些都经过充分沟通交流 没问题了 再去签投资协议 这些共识呢 也是之后合作的基础 创业者还应该跟得下 曾经获得过这个天上的投资人 投资的团队去交流 深入了解这个投资人 与创业公司相处的真相 以免看走眼 还有我不建议 创业者去找亲戚 朋友啊 或者是一个傻瓜 做你的第一位投资人 因为所有的创业 它都不是一帆风神的 创业之路呢 一般都是坑坑挖挖挖 弯弯扰扰的 你可能并不能真的 得到他们的理解 拿了朋友的钱以后 想要跟这个朋友好好聚个餐 气氛都变得很尴尬 那创业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找天上投资人的时候呢 还有就是 注意不要 不要遍地撒网 把自己的BP通过email 投递了满天飞 清楚自己要找什么样的投资人 事前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是否真的愿意 跟这个天上投资人合作 哪怕是 哪怕是 他是一个很著名的投资人 并不是说 他的这种价值观是否 还要考虑自己的项目类型 跟这个投资者 是否相匹配 不讲 是否跟这个投资人的 投资策略相匹配 就拿 融资的资金规模来说呢 比如 投资机构 是要对自己的LP负责的 每一切的资金规模 都是有限 投资机构需要像分蛋糕一样 把这些资金在一定时期内投出去 并且 要在一定时期内获得收益 这就要求 投资机构对每一笔投资的金额 都有一定的要求 往往 恨不得 一笔投资就可以把整个基金都赚回来 你的项目需要融资多少钱 能带来多少投资回报 这是跟投资机构 整体管理的基金规模有关的 你的项目在他们的预期之内 如何能够退出 也是他们要考虑的 比如一个管理者5亿美元基金的投资机构 你需要融资3亿 这你占他的资金比重就比较大 这种情况下 他是要考虑在限定的时间内 要达到业务预期的 这样你的项目就可能 他们也就不会优先考虑 而 另外一个基金规模 他是300亿 这样的基金 他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达到一个业务预期 他投的其他部分的投资 也能抵消他能承担的风险 他就很容易把你的项目列为考虑的对象 如果创业者一旦发现投资机构的资金规模 不匹配或者是融资阶段不匹配 要尽快另外去寻找新的投资者 不要空耗时间 以免错过了项目的最佳窗口期 还有一个问题是 通过什么途径去找天生投资人 现在是近期社会比以往容易多了 比如你可以到社交网络上去找 或者是通过找活动找会议的软件去参加一些投融资活动 在这样的会议上会认识一些投资人 或者是找投资机构的网站 直接联系或者是通过网页上的email发送上约计划书 通过这些方式呢 成功的几率一般不大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还是通过自己的社交圈子去介绍投资人 这样就可以获得投资人的吸引人 如果通过社交圈子找到合适的投资人呢 这也是创业者能力的一种体现 很多时候人们还是相信 受人推荐 还有一种方式呢 是通过FA来融资 FA就是财务顾问 这些财务顾问机构比较专业 可以在融资方面给你很多指导性的意见 还可以帮你完善商业计划书 帮你做好财务融资的规划 建议第一次创业的创业者 可以考虑采用这种方法 只不过财务顾问是需要收一定费用 最后要跟你说的是 如果你找到一个天使投资人 对你的项目不理解 看不上 你也不要起内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投资人 都会在你关注的领域里 有狠神的认知 创业起步都是很难的 有时候也会觉得 独独正确的做法是 哪怕左叶西风掉位数 你还要独上高楼 不忘记天涯路 马云也是创业几次才成功的 马化腾在早期的时候 想把QQ卖掉都卖不掉 这样的例子很多 遇到拒绝的情况呢 应该马上调整好心态 继续去找下一个投资人 如果找了好多 都提出了相同的疑问 你就应该好好考虑 是不是需要修正一下思路 调整一下商业计划书 建投资人的过程 也是一个不断学习 不断自我完善和提升的过程 你觉得不是吗 在融资的过程中呢 如果需要我的帮助呢 也欢迎跟我联系 祝你融资顺利 最后总结一下 前面说的内容呢 有三个关键 第一条 认清自己 投资人最看重个人的特质 就是 有成功的创业经历 超级的技术能力 或者是有优秀的领导力 第二条呢 认识你的项目 投资人最看重的项目 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长期价值 第二是快速增长潜力 第三是竞争优势 第四是创业者的状态 第三条 认清投资人 创业者需要避开这些坑 找什么样的投资人 找错投资人 价值观不同呢 影响发展 规模不匹配呢 就没法顺利融资 什么时候找投资人 要避免过早融资 股份被稀释 失去控制权 去哪儿 找投资人 建议尽量还是通过熟人介绍 或者是财务部闻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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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